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官人, 我這個病 什麼藥都吃過了 大夫也換過幾次 大姐姐幫我求神問卜 也完全沒效 你又何必花這麼多時間在我身上 平兒, 我心想你嘛 哪有心思去辦事才行 你這樣不行, 他誤了你的公事 我更加良心不安 我如果只得到血, 再吃點東西 慢慢休養一下就可以了 你是一個男子漢 整天躲在我房裡哭, 成何體痛呢? 我…我實在不捨得你 傻瓜, 我要死起來 你住在這裡就難得住了嗎? 大官人, 老實跟你說 我死都不怕, 就是怕花子去 一親房裡沒有人 就進入我的夢鄉 一時沒刀龍棒要殺我 一時又抱著我的兒子 我想搶就被他推掉到地上 他又說在下面買了屋子 我跟他一起住 我一直都不敢對你說 你傻丫頭,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事 人死就如登滅 這麼多年了, 他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也一定是你病得久 神虛氣弱 所以才有這樣的幻覺 讓我叫代安立刻去請那個吳道士 請他回來, 求兩道符貼在門口 就包你沒事的了 你放心吧, 放心吧 大哥, 剛才來的路上, 我遇到代安 你叫他去吳道士那裡, 做甚麼? 就是陸兩的病 我擔心有甚麼妖物搞他 所以叫代安去求兩道符回來貼一下 大哥, 你如果想驅邪 我認識五樂觀有個潘道士 他認識天心五雷法 出名就是最厲害的驅邪 所以有個名叫潘竹鬼 你找他來, 數一數的房間看看 如果有甚麼邪事, 他一定會知道 況且又可以叫他用符水來治病 那就好, 我需要人跟你去吧 不用了, 麻煩 大哥, 我去就行了 如果醫治好嫂嫂 要我用頭來走路 走過去我也沒所謂 對…應路兒, 那就麻煩你了 麻煩… 官人, 平兒他, 我看得挺嚴重的 你不如早點跟他找一副壽板 好過臨急臨亡, 有錢也買不到好貨 今天平兒也有跟我提過 他還說要我不要花太多錢 聽到我也不知道多傷心 我打算請了那個潘道士回來 作完再去看壽板 你真是沒理由的 你不見平兒整個人都落形了嗎 他又不肯吃, 又不出 我看這次都是空多吉少的了 再說, 如果幸好能救他 副壽板就拿來施捨給別人 也算是一件功德 既然如此 不如叫我們女婿出去找一副回來 錢就不要緊, 貨就一定要好 貓媽媽, 你從小看得我長大 我如今要死了 這套衣服和一件壽食 我送給你留作紀念 這些銀貨, 你收起來 還是要來做棺材本 你放心 獅子街那邊的房子 讓我跟老爺說 繼續讓你看吧 他不會趕你走 你不要跪了 老生真是沒福 有你這位這麼好的主人在這裡 每天都有人照顧 如果你有什麼三長兩短 到時候怎麼辦 如衣, 你過來 鹿娘 老爺 這裡有兩套舊衣服 兩枝金頭鑽 一件銀貨我送給你 留你幾年了 少爺總算是有你照顧過 少爺死了 老爺, 我答應過要留你在這裡 希望有我一天就要什麼一天 誰知道 我如今也要死了 你放心 我跟老爺說 大娘已經有了身體 等於她生男也好, 生女也好 都要你做奶媽 我本來希望可以服侍 留兩道老 都是我沒有福 少爺去了 現在又輪到老娘來 我舉目無親 只要是老娘吩咐 少爺只是望在這裡中老 迎春、三春 你們兩個是我從小看大的 我現在快死了 不能夠照應你們了 衣服你們也有不少 我不留給你們了 你們每人兩對真金頭鑽 兩枝金花做紀念 我愛你 收春 你年紀多小 平時我還會習慣你 以後服侍第二個 就不可以這麼任性 知道嗎 六娘 我相信死也不肯出這個門口 傻丫頭 六娘 我已經死了 你留在這裡服侍誰 我有守住六娘的靈位 是 我的靈位供養得多久 總會有人會燒靈位 是 到時候你們的命一樣要出去 是 我和迎春都答應盧娘 是 我和迎春都答應 我和迎春都答應 岳掌大人 小細和賓四去藏儀店找了幾副板 發覺材料中等, 價錢亦不合 回來的時候, 剛好遇到這個橋大戶 他介紹我們去尚舉人家問 讓我們找到一副真正四川的靚板 他說要三百七十兩銀 小細千辛萬苦, 講成三百二十兩 請岳掌過目 算是好品 好了…快點叫工人來鋸開他 盡快完工 知道 大哥, 我已經請了五岳罐的潘道長 現在就在編廳等你 好…辛苦了 賢世, 你和我叫人去六兩那邊 佈置神台, 我們就快過去了 大姐姐 大姐姐 平兒知道這一關很難過 已經分配好後事 只是房中的丫頭 希望大姐姐… 可以讓我一起看 還有 CrS 小細錢 兔子 都是寬人 所以市民 緊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算了, 先预备了 是呀… 夫人, 贫道要进来打扰了 道长请进来 是… 大胆 诸神鬼怪, 竟然不给面贫道 大官人, 这屋果然是阴气极盛 是呀, 那就要借助道长的法力了 要了 起, 直一神章, 快到座前参见 西门时钟, 有理事阴, 人不安 投告于我座下, 遇等即与我驱拿当场土地 满家六臣, 参考一番 大官人 令夫人, 令夫人乃因为宿世冤孽, 被仇家告上阴曹 并非有什么妖魔鬼怪 看来, 贫道都无权干扰 那怎么算好呢 好, 让我和他祭祭本命星坛 看看他命灯如何, 在作打算 那本命星坛是怎么祭祭的呢 今晚三更正的指示, 用白灰画戒以皇军为好 以其本命年岁 他属羊的, 今年二十七岁 那到时你就点上本命灯二十七盏 浮上华开仪仗 官人到时请齋戒, 着青衣坛内参拜 那贫道司法之时, 鸡犬戒不得入 如果有缘的话, 或者可以为尊夫人延祥授命 那…那也好, 我立刻派人去帮你准备 道长, 今晚天朗气清, 月明星参 小折可能有得救了, 是不是呢 天气确实不错, 但是千万不要大意 大官人, 贫道现在开始作法了 这件有任何意仗, 物可掌声, 知道吗 明白…请开弹 好, 开弹 三信奔乡三佳俠, 一声令下, 一声雷 帝至今日逆天行事, 只为西门事 太上老军急急如律令 大官人, 你请起床 良子已经获罪于天, 看来贫道也无力可患 道长, 道长救命啊, 道长 你要救他啊, 道长 本明灯已经熄灭了, 劫数难途 没有了, 这次没有了, 贫道也有心无力就此告辞了 道长, 道长已尽人事 不如休息一晚, 明天才赶路吧, 好吗 出家人, 参风老叔, 自然之極, 百必强留了 既然如此, 这树有三两百元, 作为居马之枝, 好吗 这样啊, 不过贫道学法之时, 曾对天蒙誓 不贪世间之财 大官人, 难道你要贫道获罪于天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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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长果然清高, 在下也不敢勉强了 那我叫下人送清报一匹, 让道长你做三, 好吗 那就多谢大官人, 不过这样啊 今晚设计尊入夫人之房, 恐受牵连 设计设计, 喷道去啊 好, 回来听这个二十三回啊, 精彩了 是否刘天赤陶杰呢, 和各位叛读金瓶梅 这个呢, 真是呢, 这个金瓶梅, 这个播音剧呢 真是香港开放以来, 真是最好听这个 啊, 我不知道你是否这么听, 我就慢慢听 那当然了, 还要说吗 那这二十三回呢, 又讲到一个月梁 吴月梁呢, 就知道平而不妙 促使西门兴, 准备后事了 那说到月梁呢, 我就想将这个人物 勾出来, 和大家讨论一下 请教一下陶先生你 那这个月梁呢, 在整个小说里面的描写呢 他呢, 其实呢, 最早的时候呢 他并不是西门兴的正室 他只是一个田房 田了房也算正了, 那就真的 他本身出身呢, 也是一个呢 官宦之家, 千户之女 有些家底 所以他的教养呢, 所谓的文化程度 也有相当 那所以呢, 这个人呢 他所谓的说话呢, 仍然有些分寸 做事呢, 是很正直, 很老实 那看上来呢, 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大婆 但是呢, 不要就这么看 因为呢, 清朝呢, 这个评论家 张竹波呢, 评论的这个金平梅人物里面呢 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 不知作为写月梁之罪 纯以忍不 是忍不, 不是写明的 其实呢, 阴毒权诈 这几句评论呢, 实在是不是有一个明报实扁呢 这个吴月梁的性格呢 就是, 你看完这个这样的人物性格 你觉得是不是呢 这个呢, 我觉得他的评价呢 是非常之公正 因为呢, 吴月梁呢, 你要评论这个人物呢 你要看一下他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位置 他呢, 这种人呢, 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叫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总理, 宰相的角色 他上面呢, 只是招呼一个西门兴 下面呢, 不同啊 宣说, 额般今年, 离平而出门 一大堆就是丫鬟 还有外面一大堆这些这样的师姑和尚 有些什么家头, 世姆 全部呢, 他是给钱, 他是联络, 他是公关 这个这样的女人呢 你放在一个中国的封建社会的那个组织里面 他是宰相角色 坐在这个位置, 做在这个人呢 你是不能够是善男顺女的 但是, 因为呢, 你下面呢 很多人跟你搵食 你也都要服众 你也都要呢, 表面上呢 是做很多东西呢, 是要均真 你也都要呢, 对一群下人 一群妾侍, 一群女人呢 分而自知 所以这个吴月梁这个位置呢 就正如《红楼梦》里面的涉宝差一样 是一个呢, 非常之重要的家庭战略崗位 哦 所以呢, 你说吴月梁这些呢 在金瓶梅里面呢 他这种呢, 是貌似菩萨 其实呢, 你说他心如蛇蟆呢 亦都不为过 是, 如果你说说到《红楼梦》呢 我觉得他更像呢, 王夫人 王夫人亦都是 更像涉宝差 涉宝差 更像涉宝差 他呢, 真是呢, 面女针 刺死了你都不知道 嗯, 譬如呢, 他呢 他呢, 要放陈经济入屋 嗯 即是送日郎进去那个羊群 任他之后 是, 借刀杀 没错, 你看看他 那个明明, 这个贵者 是妓女而已 哎呀, 西元庆就是想买出街的妓女 是, 是, 是 居然呢, 这个吴月梦呢 修为契女 是, 是, 事与上班 是, 为什么会一个这么正直老实的人 走这些旗呢 嗯 他呢, 还包含这些三姑六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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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何教他整条 求子符 很多这些淋淋淋淋的东西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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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作者在细节上呢 勾画出吴月梦的阴暗面 嗯 但在正老的描写里面呢 就全部将他的光明面 一个中国古代社会 传统品德良善 大方得体的女人的面貌 呈出来 真是在这些大方得体的面貌背后 月亮的背后 那个阴暗面呢 这个要自己的读者去领悔 是的, 那所以呢 在这个西门庆寫之后呢 我们后面那几回呢 大家会看到吴月梦 发挥作用 发挥他的作用 他怎样卖那些写出去 他怎样相信自己的 指挥若定 指挥自己的仆人 后来怎样呢 湘西门庆楼帝的十万家庆呢 是 都冤冤枉枉枉 散了他 那才是真正的吴月梦 是 那大家看一本书 听过音呢 希望呢 大家从一个深层一点 里面呢 了解到呢 作者的心意 是的 今晚呢 差不多了 由陶杰刘天慈主持的 陪听金平梅 又要说拜拜 明晚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